大家好,有一段时间没有继续聊关于政治庇护的话题 这一期录一期关于政治庇护的话题 是聊一聊关于政治庇护中为了自己案子漂亮 或者说为了各种功利性的目的去说谎 首先相当多的中国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人 是把美国的移民官和美国的法官当成傻子一样的在戏弄 其实本质上是一群利益熏心的人 在利用美国的庇护制度 在利用人家的善心 然后得了便宜还买乖 端起碗来吃肉放在筷子还要骂娘 说实话看到这种现象 确实是令人感到心情很怪异 就是一个如此宽宏大量的国家 给素不相识的人提供所谓的庇护 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中国人 中国人会理这个东西吗 逼你抹个头 我滚一边去 是不是 所以美国人向全世界张开臂膀提供庇护 却得到了很多中国人 吃着碗里的还看着盘子底的 吃完以后还把碗一摔 这边吃着美国的还这么骂美国不好 利用人家对你的善良欺骗美国政府 当然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热爱美国 热爱美国的价值观想留下来 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想留下来 请不要欺骗秘护官 或者是移民法官 证据是可以不断的提供出来的 如果你只是想留下来的话 请诚实的 不要担心这个东西证据不够 不要担心你说的话会导致自己有什么不利 其实移民官和移民法官 更喜欢诚实的人 你的诚实会打动他 而且你如果以后想在美国长期生存下来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关系到未来 别人怎么看你的原品 所以诚实比很多东西都很重要 诚实像黄金一样珍贵 当然了 对于很多混公卡的人而言 讲这些话都是对牛弹琴 他们不但是不在乎诚实不诚实 也不在乎撒谎不撒谎 他们甚至不在乎绿卡 下不下来 也不在乎庇护能不能通过 他们来这里只不过是走流程而已 递交一个申请上去就可以了 开庭我参加过参加的 无所谓 只要公卡一下来 后面就爱怎么搞怎么搞 随便你 我编故事也可以 你信不信也无所谓 实际上他们过来 大部分人 只是为了第一张申请上去 会一张公卡 打几年工回国 很简单 动机很明确 其实很多这个庇护官 都已经 进入一种疲态了 反正只要看到中国人的案子 你就编吧 所以说呢 今天我 录这个视频 是想告诉那些 真正想 真正 想寻求庇护 目的只是单纯的 想留在美国 不想回那个可恶的国家 你内心是认为 那个国家 你真的觉得可恶 其实你有这个心 美国基本上 就会让你留下来 很简单 你的目标很单纯 美国也会 也不会为难你 只是呢 你以后 都诚实做人就可以了 中国人是撒谎诚信的 那不撒谎是没法活的 中国人是撒谎诚信的 而且撒几谎来 一个圆一个 一个圆一个 而且总能给自己 找到很多理由 中国人总觉得 自己是情有可原的 怎么样都是有道理的 我之前说过啊 用婊子 用贱人的这个标准 来宽容自己 却用圣人的标准 来苛求别人 别人做的不对 各种挖苦疯刺 各种这里也好 那里也好 而自己呢 怎么搞都行 所以这期视频 说说政治庇护的问题啊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说 诚实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是想留在美国的话 诚实的说话 不要去编 什么都不要编 什么都不要编 什么事情是你做的 什么事情不是你做的 承认 不是就不是 做个诚实的人 尤其是那些 以未来的恐惧 作为这个递交理由 不是以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作为理由的 是以未来的恐惧 作为理由的 新证据是不断会涌现出来 你自己去制造证据就可以了 很简单 但是不要作假 但是不要作假 我建议啊 当然我 我只是个人建议而已啊 当然我也阻止不了 继续有 这个 说谎成性的人啊 前夫后继的在作假 昨天还有个朋友 跟我打电话啊 说他 入境就被逮了 应该是他准备不充分 所以呢 在机场就 当场提出了庇护申请 我说过 美国的这个官员 政府官员 是很宽容 很仁慈的 我自己因为超速被逮过一次 开一张警告单而已 我的工友也超速逮过一次 也是警告单 美国这个国家是很宽容的 既然人家对你宽容 真诚以待 你就也宽容 也真诚对待别人 不要欺骗别人啊 别人对你好 你就对别人好 不要欺骗别人 不要把那个知国 带来的一身坏毛病啊 一身知性 还在这里继续发扬光大 利用别人的善良 利用别人的政治 利用别人对你的宽容 去戏弄人家 自己还觉得自己很牛逼 这样的人 说实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的良心上过不去 好了 只要你 只要你在美国诚实 诚实 正直 勤奋 美国就是你的天堂 好了 也希望大家都顺利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